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3年4月1日 西部联出征洞西先机 周六下午 奥执联继续进行 其中悉尼FC将坐镇主场迎战西部联 悉尼FC近期遭遇联败打击 而且防守形同虚设 此番迎来未免冠军西部联的挑战 悉尼FC在失三分不足为奇 另外 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悉尼FC近期状态严重下滑 在上轮联赛不敌西西尼流浪者后 球队近四轮输掉了三场 目前更是处于两连败的颓势 值得一提的是 上轮不敌西西尼流浪者是 悉尼FC近战遭遇的最沉重的打击 球队不仅净吞四坛惨败 而且还是连续二轮不入球高负 状态之差实在令人担忧 另外 悉尼FC近期联赛主场的表现也并不理想 他们至今十次主场作战输掉五场之多 而五成的主场负率也与墨尔本胜利 一同成为经济澳直连之最 不善主场加上近况低迷 悉尼FC近战可谓在劫难逃 阵容方面中场M布基斯近战停赛 前锋拿方阻则因伤缺阵 在上季勇夺奥执联冠军后 西部连经济联赛似乎变成健好 就收 他们开季头五轮 竟然总共只得到一个积分 令人大跌眼镜 西部连随后如梦初醒及起直追 在最近四轮取胜三场后 如今终于机身至积分榜中游附近 西部连近期表现有所回升 与大胆重用小将陆亚保迪不无关系 他赛季至今八战已有五球进账 而且全部都在进六轮当中所获 用实际行动来回报球队的信任 另外 西部连头号射手派祖玉连赛至今 今年已斩获了五球 他与陆亚保迪在前场形成互补之势 球队如今进攻能力较有保障 况且西尼AFC近况又十分低迷 不妨看好西部连此行顺利带走三分 谢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acji fully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floor 赛季宮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